一年一度的台北市秋季全国田径公开赛23号是迎来了最后一天 而画面上进行的是国中男子组前球的决赛 赛事是聚集了不少原民好手同场竞争 首先画面上看到的是来自桃源市慈文国中的范泽熙 在上个月的台中杯 范泽熙以16米01的成绩拿下金牌并突破自己的最佳成绩 甚至在差5公分就能突破打回记录 而此次台北市秋季公开赛范泽熙则是以15米33的成绩在斩获一面金牌 就是在台中赛前是有做一些调整 然后内的天气也比较好一点 所以比较可以把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 台北因为刚好碰到下雨 然后前几天状况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就是没有百分百发挥出来 想要突破的话应该希望全中颈可以拿金牌 然后可能可以丢16米5以上 田径场上变化多端的天气 考验着选手能否在保护自己不受伤的同时发挥最佳状态 而来自花林瑞穗国中的陈浩 则是以13米05的成绩拿下第六名 另外来自彰化县和美国中拥有排外以及布农血统的张哲 虽然以12米23的成绩位居第12名无缘斩获积分 但透过此次赛事是累积经验拓展事业 我原本是练棒球的 课业成绩不好 爸爸就不让我练 但是因为不能运动 我很废 就是不知道要干嘛 结果田径那个老师看到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如果不想再废下去 明天就过来练习 然后我就过去了 那你还前几天状况 有 借着单纯喜欢运动的心 选手展现课业与运动专长兼顾的样貌 也期许自己再接再厉 而今年的台北秋季全国田径公开赛 也随着赛事的结束正式落幕 原计我们的Sky Out of the City采访报道